大家好像世界 和Trop的体材混合而成的 同时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还有2012年发表的谎言 是这位韩国人唱的最多的歌曲之一 歌手赵混昨演唱了2013年KBX周末 剧《王家一家人》的主题曲《寻找爱情》 改变人生重新获得了很多人的喜爱 因此韩国人喜欢这部电视剧 讲述了平凡人的故事 不仅如此 他在2015年又演唱了KBX的热语电视剧《Olasti》 其歌曲也得到了大众的喜爱 今天我从他的许多传名曲中介绍 如果是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内容有趣 那我们就来团唱这首歌的歌词内容吧 第一个小节就有这样的内容 如果你带一个人 你能为他做什么就问我们 看这个内容是在发生什么时候问那个 所以不是现在的情况 还有看下面的内容 这个人看起来没有勇气 因为在一无所有的地方生存的理由是你的话 你怎么看如果人生中能指 再一次的话 我会问那就是你 然后向腰回答 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接受我的外骂 因为问了这些内容说明他是多么没有勇气 变对索败的人 他会说你在那里如果是这种情况你 会怎么样结果怎么样下面的内容就出来了 还要活多久才能和你交往的索意拥抱你的时候 能留下幸福的眼泪 那现在累了 原来你的心都装不下了 会出现这样的内容 什么话一言以蔽之 是辞之 是被拒绝了 为什么如果没有被拒绝 歌词的内容就会有如此大的变化 现在不用再累了 拥抱着你 幸福会流泪的 这样的歌词内容应该会出现吧 只看歌词的内容 我不知道拒绝的人 是女人还是男人 但我想应该是女人 因为女人不喜欢男人这样专口告白 所以看起来一下子拒绝了 但是从下面的内容来看 如果因为其他原因不能见到你 也不能见到你 那么生活就毫无意义了 那么另一个原因是什么的 这个人除了没有勇气表白的原因之外 可能还有其他的理由吧 想想看 好像不是这个女人喜欢的类型 或者是决定结婚的人 所以才会出现 如果我能为你而死 你会接受我的爱妈 我认为这句话是决定性的实物 大家有人可能会为你而死 说起来大家有什么心情呢 哇那个人可能是为了我而死 同时还要相信这是事实吗 这是谁都知道的谎言 世上没有人会拒你死 可能和这样的人结婚了 如果家里着火 我会第一个跑出去说要自己生活 当然他也不会相信她的话 歌词内容的最后一部分出现了这样的内容 做了一些情况 被女人拒绝的男人一边感恬自己的身世 一边独自喝酒和别人聊天 这个男人问在一起的人 如果你带一个人 你能为他做一切事情 然后他又说 我说自己可以帮你做一切 果真如此吗 我不知道他经济能力有多强 但如果他要求他买一辆豪华车 漂亮的房子 或者贵的钻石 还有比他们更厉害的东西 他能答应吗 我想我还没懂事 这里就是这首歌的歌词内容 有一丝满爱情是上帝送给勇敢者的礼物 如果你们也有心爱的人 就勇敢的行动吧 那我听完个再说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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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